咖啡廳旁 三台白色轿车撞成一团 造势的那台引擎盖掀起 车筒扭曲变形 安全气囊也爆开 而前面被撞的轿车 后车厢溃缩几乎全毁 还另外波及一机车 一轿车差一点 就要撞上座位区在喝咖啡的民众 他就站在我旁边 就差一点点就撞上去了 完全没有刹车声音 然后是加速的声音 对 然后就直接撞上去 怎么撞的 凌晨三点多 台中北区冲得太原入口 21岁女驾驶开着车要回家 却疑似没有减速 撞上路边零停车辆 女儿出了车祸 妈妈赶紧到现场关心 要往前行 所以就不小心偏到路边来 女女俩低调不愿多说 在一旁等待保险公司到场 幸好女儿没有大碍 自行就医 警方到场开业 驾驶没有喝酒 自称好说 一直为注意车前状况 当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反应这样子 她碰撞之后 安全气囊有爆开 所以她头部稍微有差挫伤 事发现场三台轿车 一台机车都已经离开 但地上还留有机油的痕迹 年轻女驾驶 恍神自撞路边停车 差一点就要波及路人 惊险过程让家人担心 也让目警民众吓破胆 记者陈广瑞 王一超 李云杰 台中报道